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們今天收看小明星一拳超人最強之男喔 那今天登錄的時候 這邊發現一個超級無敵好笑的東西 你知道嗎 最近的話基本上我們活動也算是要換了一批了 然後這邊的話有一個我們這個 趣味娃娃機 我們待會再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今天想要看他介紹的東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笑 這邊的話我們看到我們的南瓜伯爵 不是 有人會買這個造型嗎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會笑死欸 這是我們阿修主角現在的南瓜伯爵服裝喔 然後基本上的話 是可以增加他一些能力的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對於就是 增加我們角色能力很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應該也是可以去買這個造型 然後把他穿起來之後 然後讓他變得更厲害這樣感覺 因為他一樣就是要累積那個照片 然後他才可以開啟一些更強的能力這樣感覺喔 然後 這邊需要賣的是368個實裝菌喔 重點是長這個樣子欸 你們會想要買嗎 我覺得真的是 真的是有點蠢欸 不過其實也算是蠻可愛的啦 但是 怎麼會 怎麼會出 出這樣子的造型啦 他如果出個妹子的話 我應該就會考慮買 因為像我們這個護士的話 我們有買 但是 這個 我真的是不敢恭維欸 那你們喜歡嗎 你們如果喜歡這次的南瓜伯爵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們自己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其實還算是可以啦 因為 其實他的這個造型的話 再去買這個照片 都可以提升一些不錯的能力 所以 對於就是想要打一些PVP的玩家 或是想要打一些更高名次的玩家的話 我覺得都是一個 不錯的一個投資選擇喔 所以 我覺得還行啦 不過 真的是蠻蠢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的趣味的娃娃機喔 我們來看一下娃娃機裡面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深海王的專屬 哇靠 這深海王的那個欸 是深海王的 是深海王的專武是不是 那這個我們是不是又要給他抽起來了 不然這邊其實蠻可惜的 我的天 應該是要給他抽起來 抽一波囉 因為這次是 深海王的專武喔 我想都沒有想到餒 我的天啊 有點厲害這個 真的有點厲害好不好 我原本想說 哎唷 這沒什麼通知啊 這個好像 沒什麼厲害的感覺啊 哇 就居然是我們深海王的專武 那我就 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那 那是鐵盡可能要給他拿起來的喔 因為 深海王的話 我們這邊有觀眾推薦的話 之後可以跟我們那個幫古爺爺打啦 所以我自己應該也是 會來 抽抽看這個專武吧 至少讓我們的深海王來變強一點點 因為 基本上最近也是蠻常用他的 所以 這話到時候再看一下 能不能 輕鬆的抽到好不好 我們上次抽龍捲的話 好像沒有抽的太多次 但是 這一次的話就不知道了 然後我們要來 累積這個遊戲幣 這個的話我們最近試一下 累積的時候 我們再來抽給大家看 累積完畢 所以 這一次的話 新增的東西就是我們的那個就是 诶 獨角仙的那個 呵呵呵 有趣的南瓜服裝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 深海王的專武 深海王的專武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是 很喜歡深海王的朋友們的話 也定要給他拿起來的囉 好 那我們今晚就繼續來打一下 我們的英雄插怪人啦 好不好 上次就打到我們的 吉諾斯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能不能再打一個好成績 因為 這邊的話 都可以拿到蠻多的一些獎勵 趕快給他拿起來之後的話 我們看一下 能不能 拿到更多的鑽石 好不好 來去抽我們的那個 嘿嘿 來去抽我們的那個 誰啊 抽我們的那個 啊 深海王的專武喔 好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我們的隊伍來說 應該還是頂型的 但是我們這邊先把那個 獨角仙的那個裝備先拆回來喔 因為我都 我都會把那個 裝備給波羅斯 共用的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加速的黃色 橘武啊 真的是 太棒了好不好 說給他 讓他共用這樣子 然後 這邊 再打一下我們這個 好 今天要我死的話 應該是 不用那麼擔心喔 死敵方 受到灼燒傷害提高好不好 所以他會燒爆我們的感覺 但是我們這邊有文少女 跟吉娜絲博士的話 應該是可以 穩定穩定啦 好不好 來看一下勒 好 沒問題 吉娜絲博士真的打那個 英雄殺怪算是蠻好的一個角色 因為他可以直接就是 叫出更多的那個 複製人出來喔 很不錯 好 我們這邊的話 最近應該就是想辦法 把那個深海王的專武拿出來 然後來看一下 他的那個專武的那個特效喔 基本上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就是 就是 那個 一拳超人這個IP的 所以 我會蠻想要去看 每一個就是英雄的那個 就是專武的特效 應該是 蠻酷炫的那種感覺喔 所以 大家會發現 我為什麼都很喜歡 抽很多角色啊 或是抽一些專武出來 然後可能沒有什麼在用他 這樣感覺 但是因為 我其實玩這款遊戲就是 來看這些英雄 到底會變什麼樣子喔 因為我是 一拳超人 超粉絲啦 沒有錯啦 直接來一個吸阿嬤 吸起來 感覺這一次他的那個 著燒效果 雖然可以燒很多 但是我們這邊的話 毒小仙的那個 吸血能力 也是布隆小聚好不好 直接吸回來 然後這邊深海王 打起來 有沒有 這邊如果再加上我們 深海王那個專武的威力的話 應該會更厲害的感覺喔 然後這邊把我們那個 氣流給我們那個波羅斯 來了 燒尾炮 喔唷 喔喔喔喔喔 這燒有點痛 然後這邊稍微不能那個了 我們這邊要看一下 王者連踢搞不好就把他踢爆了喔 這邊可是有專武的波羅斯啊 欸可以 喔太神了 而且我們波羅斯的話 最近我有先把他練到三星啦 所以基本上沒有問題 最近的話應該 因為我原本都在衝爺爺的那個碎片 但是後來想說 我們應該要先那個 先把所有那個就是會上場的角色 都給他們用到三星 因為三星的話會提高我們爆擊力 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OK 這次同地的話也是會召喚隊友出來的 我覺得召喚隊友的 都不會比較難 都不會比較難打 但是 都會蠻耗時間的 因為他們真的是 會一直出來這樣子 其實很麻煩喔 好來 蝦阿嬤 蝦阿嬤 真的很酷好不好 怎麼會 那個觀眾跟我講說 他就是在叫蝦阿嬤 我是整個都回不去了 來了他砍完我之後 他會叫夥伴出來喔 我們的青煙加上閃電 再加上我們的 傑諾斯啊 果然會有傑諾斯喔 畢竟是 畢竟是 欸不是欸 故意餒 我想說 我原本想說 欸奇怪 奇遇老師的隊伍一定會有傑諾斯 結果我發現 欸不是奇遇老師啊 是童弟啊 那關GNOS什麼事情 這邊的話 我們要盡可能 趕快把三隻給打死 然後讓他們輪踢一波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覺得 哇 欸這三隻稍微有點硬邦邦欸 讓我有感覺到 打我們那個海灘的那個 地敵人的感覺喔 打一下 利亞沙拉 上來你打 沒有問題 感覺好像有點 有點難搞欸 這一群 我們要先把他們打掉 重點是因為這關卡只有十回合 你知道嗎 所以 你要全部打掉的話 也沒有說 那麽的簡單 因為他會一直補 一直補 一直補 除非他只會來三回合 好不好 那倒是還可以 還可以試試看 喔 暈眩了 我的天 哇 還把我的博士給打死 哇 你是真的假的 那我沒有辦法了 王者連踢先踢爆一隻 哇 這是有點麻煩欸 但是我的波羅斯 這真的是可以撐很大的一段時間 應該沒什麽問題 喔 又是稍微砲 欸這關卡稍微真的有點麻煩 而且同地的那個 機械臂亂打 真的有點麻煩喔 不是我在講 快啦 走飛啦 哇 我們現在連一下都還沒有打到 同地 就只有初期有打到而已 不要再來啦 你們好煩啊 又來幾次啦 只能用文少女來吸一下了 哇 我們的複製人又死一隻了 哇 我的天啊 不要再燒毀啦 會死人啦 真的會死人啦 這邊的話 吃海便打結肉絲 我記得他們好像都是 死三次就會結束的感覺吧 應該是可以喔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一直在補 我不知道我們時間來不來得及打敗同地捏 這稍微有點小而尷尬了喔 又要補了又要補了 哇 來了來了 而且 是機械臂亂打 他的機械臂亂打其實頂痛的欸 哇真的是頂痛的 好險我們這邊還OK喔 我們先邊 先留吧 留點攻擊 留點氣 哇 三小龍也快被燒爆了欸 我不要這樣子 嗯 不要 不要這樣子 我想要打贏同地啊 不要再加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加好友出來了好不好同地 你不是毒來毒碗罐了嗎 幹嘛 先鋒刃腳下 打多一點傷害不然到時候打不贏 只剩一隻了 這還行這還行好不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胎姆了好不好 剩下五回合應該還是可以打贏啊 沒有問題的 哇他這也會暈眩欸 你媽媽媽幫幫忙 怎麼會每一隻都會暈眩 隊友就只挑過了是不是啊同地 不要再鬧了好不好 又是機械臂亂打 不要再暈了不要再暈了喔 好吸收吸收 身海王死了 喔天啊 沒關係 王者連技應該可以踢一半吧我覺得 喔感覺是可以喔 很高欸 至少可以踢個那個 三分之二血了 然後這邊吸阿嬤解決 好險喔 喔其實我真的覺得 後面來說的話我真的不是很喜歡打那種就是 會叫隊友出來的關卡 因為那個真的是 頂麻煩的 他一直叫一直叫 如果也沒辦法把他們給打死的話就會 就會 頂麻煩的喔 沒有問題 同地再見 S級目標 通關 前往下一關 嘿 這邊是我們的 格流岡許譜喔 格流岡許譜的話這邊應該是還好啦 我們用的是 爺爺陣型 好不好 爺爺陣型 爺爺的話基本上他好像就是 你如果角色 爺爺死掉的話他就沒辦法幫忙開護盾了 這個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你知道嗎 我一開始不知道阿 被彈發射 暴擊 哇沒暴擊 哇撩臉 GG了 沒關係 我們爺爺現在 現在八十好幾喔 不是一般人可以那個的喔 哇靠 哇靠 等一下 怎麼了 怎麼 等一下 這傷害怎麼了 他敲一下我們 鏡子就把它掛了耶 哇 等等我覺得 稍微有點恐怖了 ㄟ 這三人組 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恐怖 哇 感覺是 因為現在他們好像一直暴走的關係喔 所以才會這樣子喔 感覺是這樣子喔 不然平常 平常不可能這樣子喔 莫名逼妙耶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笑一下 球棒就掛了 球棒也沒有說這麼爛好不好 我的球棒也是很強的耶 嚇死我 好險我們這邊擋得住 哇 這怎麼一回事 他剛剛是怎樣 有一些什麼特殊能力嗎 看一下喔 他是什麼 愛岸無石三幹部 三重龍極威脅 啊 持續指自身暴走啦 欲戰越強喔 所以他 就是越打會越強 好險我們先把它結束掉了喔 好險喔 喔沒有問題 好啦 那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這一次新更新的活動啦 也就是我們的這個 南瓜伯爵好不好 這個如果你們喜歡 我還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說你們超級無敵喜歡 南瓜伯爵服裝的 然後 在這我們趣味娃娃機這邊的話 裡面是我們深海王的這個 專武喔 所以如果有深海王在練的話呢 基本上 把他拿起來 就沒有問題的囉 好 那每一周到十點鐘 我是二十點個晚上的時候 你們要不要晚上 記得往下點鐘 訂閱我的影片給大家看一下啦 遊戲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